五年前停止运作的丹荣八格火车站 今天摇身变成了露天电影院 吸引了2000多名公众到场观赏电影 重温旧时甘榜情怀 男女老少齐聚一堂 通过大荧幕一同观赏电影 重温60年代的甘榜景象 为了这次的户外电影活动 人民协会出动环岛影车 为公众播放了两部本地电影 总理公署部长陈振生也前去捧场 过去五个多月里 环岛影车已经到访全岛60多个地点 吸引了两万多人前去观看电影 从今年8月起环岛影车的总数将增加到三辆 火车站今天也举办了嘉年华活动 20多个临时摊位当中不少是由年轻创业者经营的